提起古代以少胜多的战役 肥水之战绝对是最有名的战役之一 这次战争 福建的百万军队 被谢玄的八万人打得溃不成军 狼狈逃窜的士兵被吓破了他 一路上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这场战争让谢安和他的侄子大放一彩 甚至战争临近大家忧心忡忡 而总指挥谢安依然气定神闲地出去游玩 到了谢玄大败福建 他的军队又好像是一招目击 一战功成然后名扬天下 这支军队就是千古文明的北斧兵 那这支战斗力超强的北斧兵是哪里来的 何以有这么超强的战斗力 其实这支军队开始是流明武装起来的 他最早的统帅叫赤剑 西晋灭亡后 狼牙王司马瑞在王岛和王敦兄弟的拥护下 建立了东晋王朝 定都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当时中原的士大夫脱家带口往南迁徙 史称衣冠难度 中原大乱民不聊生 恶嫖遍野 路上都是流明 随时都可能受到匈奴人的追赶骚扰 这些流明为了自保 便推举当时有能力有声望的人 做他们的统帅 赤剑就是这些流明的统帅之一 赤壁之战后 曹操做了丞相 就封了一个较西律的人做了御史 相当于副丞相 按照史书的记载 赤律就是曹操的打手 构陷孔荣和杀害福皇后 都是赤律一手操办的 赤剑就是赤律的玄孙 赤剑在当时德高望重 深受百姓的爱戴 当时南逃时 跟随赤剑的是他的侄子和外甥 因为没有饭吃 当时的人就轮流把饭留一份给赤剑 赤剑就带着侄子外甥去吃 但是人人都没饭吃 能留一份给赤剑都勉强 实在攻不起两个孩子 于是赤剑去吃饭的时候 就偷偷把两三喊满饭 回去后再吐出来给两个孩子吃 这就是赤剑徒步的典故 连年的战乱 给当时的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 而德高望重的赤剑 回到家乡被推举为统帅 几年间兵力发展到几万人 东进朝廷听说之后 授予官职 从此大伙跟随这个山东汉子 转战各地 一路上队伍不断扩大 从山东到安徽 从广陵到金口一路奔波 锻造了一支铁塔的军队 这些士兵大多是北方人 大家思念故乡经常想着回去 当时的金口周边还没被开发 到处都是不毛之地 于是赤剑就带着大家 在金口南边的近邻开荒屯田 建立新家园 从此金口近邻成了北斧兵的根据地 成了拱卫金氏健康的重要力量 赤剑临终前推荐菜模 接替自己成了新医院统帅 但当时还没有北斧兵这个称号 最早的时候 狼牙王室的王叔被败为北中狼将 这就是北斧兵名字的起源 其实就是按照军队驻扎的方位来说的 北斧兵之所以能一直持续下去 主要是军队的统帅或主要将领一直延续了下去 赤剑死后由他的军司蔡摩担任统帅 蔡摩之后赤剑的长子赤英为北斧长使 赤英之后赤剑曾经的车骑参军楚婆为统帅 楚婆之后赤剑的次子赤潭为统帅 赤潭之后赤剑曾经的司空院范汪为统帅 范汪之后又由赤剑长子赤英担任统帅 总之北斧兵的指挥官要么是吃剑的儿子 要么是吃剑的旧部 到了谢安时北斧兵早已是时聚时散 没有统一的统帅 这时北方的强敌福坚蠢蠢欲动 重新组建北斧兵已是迫在眉睫 于是谢安为侄子谢玄争取到徐州刺史的职位 开始重新组建北斧兵 北斧兵之所以能这么快聚集 主要原因是北斧兵虽然分散 但都有各自的将领 谢玄到了以后这些将领纷纷硬涨 统一于谢玄指挥 所以谢玄不是木兵而是木将 这些将领当中最有名气的当属流劳之 肥水之战让北斧兵的声望达到了顶峰 而当时福坚麾下的百万大军队伍绵延千里 福坚信心满满 我这么多人马 就算把马鞭扔到河里都能让水流不动 两军分裂肥水两岸 谢玄派施者对福坚的将领芙蓉说 你的队伍让一让 让我们到对岸 拉开阵势好好打 福坚觉得让他们到对岸 正好一举歼灭 省了很多麻烦 于是便下令后退 谁知这一退 福坚军中立刻有人大喊 福坚败了 这一下大军惊慌失措 溃步成军 人马互相践踏 尸体填满了肥水 福坚这边的百万大军 其实是一帮乌合之众 其实福坚的军中 主要有两种人组成 一种是梁家子 就是映照参军的一群精神小伙 另一种就是五湖中投降福坚的人 当时这些人是形势所迫 不得已才投降 他们唯恐天下不乱 他们唯恐天下不乱 因为乱了他们才有机会 这就叫长思风尘之变 一场旗帜 这样的军队 怎么可能打得过 骁勇善战的北斧兵 果然福坚失败后 他手下的降将纷纷独立 北方经过短暂的统一 又重新陷入分裂 肥水之战后 南方暂时没有了威胁 于是东晋孝武帝与司马道子 开始争权 叫主向之争 谢安激流勇退 带着一群歌迹美女 泛舟江湖去了 谢安死后 谢玄也远离政治 漩涡回到会计 做了会计太少 北斧兵从对外战争 开始转入内战 这时北斧将领有名望 有实力的实际 只剩刘劳之一人 刘劳之的父亲刘健 就是军人 在北斧和西斧 都担任过将领 刘劳之作为将门胡子 又身经百战 在军队中自然有很高声望 当时任北斧统帅的是外戚王公 王公是孝武帝那边的人 与司马道子争锋 双方都在拉拢刘劳之 但刘劳之只是一员战将 看不清这些士族大家之间的游戏 显得非常迷茫 刘劳之作为北斧将领 先是跟随王公 后又反叛王公跟随司马道子 之后又投降了全城环旋 最后又被环旋卸磨杀驴 可能刘劳之也觉得太乱了 弄得身心疲惫 也知道最后 自己只是这些士族斗争的一枚棋子 走投无路的刘劳之自意而死 刘劳之死后 北斧兵也被诸禄殆尽 之后宋武帝刘裕 组建新北斧讨伐环旋 刘宋建立后 刘裕下令金口禁林地区 霸省军府 从此北斧兵退出历史舞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